其实通见软线服务商LINE分别于上周四和周五在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挂牌 上市首任的股价双双大涨 分析师指出作为全球主要的聊天应用 LINE在移动社交行业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成长潜力 不过其在用户 游戏 广告 周边产品销售等方面 面临来自于强大的对手WhatsApp和微信的竞争压力